你能忍受日晒雨林的工作环境吗 下雨了下雨了 赶紧去关飞机舱门 人可以不重要 飞机不能进水 一分钟不到 这雨变得跟漂泊似的 刚刚还蹲在发动机下面 做滑游勤务了 结果发现屁股怎么一阵凉意 原来是这地上都已经积了厚厚的一层水 我的屁股也没有幸免 万幸的是啊 这个滑游勤务工作已经做完了 赶紧就给它的风扇整流罩关上了 防止雨水漂进去 打持EC和电子烧备 你是不是以为我就可以上飞机躲雨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又发现鸟机了 这关系到明天飞机能不能飞的问题啊 我必须贸易给它做个鸟机特检 现在上飞机躲雨好像已经没有意义了呀 已经全身湿透了 你以为我已经很辛苦了吗 其实并不是 隔壁兄弟还在外面雨中漫步呢 这就是机物要接受的现实 日晒雨淋都是家常便饭 最难受的还得是飞机正在进港的时候突然暴雨 你不可能不去街吧 一飞机的人都等着你了 所以啊 这个恶劣的工作环境 也是造成这个行业人才流失的原因之一 所以啊 经常有人私信我 想加入我们民航大家庭 你到底想好没有 了解过这一行没有 你愿不愿意承担这些 这车来的非常不是时候啊 这么大的雨我还得下去取东西 来嘛 看嘛 为数不多的头发被雨淋得更少了 印象中这兄弟手没有这么白啊 手臂都被泡白了 这个雨啊 下了一夜也不见停的意思啊 飞机呢 它还得继续飞啊 这部货运已经开始准备上货了 全身湿透之后啊 早上是格外的冷 这时候的你呢 就只能期待机主 早点把飞机空调开着 你以为是给你吹空调吗 其实你是来吹空调外机的 这个机下的空调出风口 是很给你的温度很高 站着20分钟就能给你全身吹干 愉快的一晚上又过去了 回家必须睡这个日月无光 天昏地昂